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 近日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指出 经过人类的努力 新冠肺炎病毒的威胁越来越小 已经看到战胜疫情的曙光 但仍不能掉以轻心 必须继续努力 我们在过去三年多 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对死亡的威胁越来越小 它不是自然发生的 是人类斗争的结果 那么这种斗争的话 主要就是我们研发的疫苗 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分离病毒诊断试剂 这个疫苗 特别是疫苗的应用 已经把我们的死亡风险 大幅度的降低了 虽然疫苗没有起到 我们预期的那么好的效果 但是它控制新冠的威胁 减少死亡 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 吴尊友表示 奥米克戎病死率看似降低 但这是在人群广泛接种 形成一定的免疫力的基础上 实际上新冠造成的死亡总数 并没有减少 香港第一波疫情 总共死亡三个人 它的病死率是3.3% 香港这一波疫情 死亡了9000多人 加近1万人 它的病死率0.7% 你看这0.7和3比 哪个大呀 那三大呀 它总共死了三个呀 但你这个死了9000多呀 就是我们看死亡 要看它对人群的影响 而不是仅仅对一个个人 吴尊友指出 对于个体而言 疫情的威胁变小 但对于全社会而言 大规模的疫情 仍会造成较大影响 不能仅仅依据病死率 来判断病毒的严重性 规模大了以后的话 它有更多的脆弱的人群 被疫情影响了 那我们提供的防御的人员队伍 这个卫生资源又跟不上 它死亡就会增加 世界卫生组织近日称 全球每周新冠死亡病例数 已降至疫情以来最低水平 对此吴尊友表示 要持续关注病毒变异 进行研判 今年冬季 病毒会不会发生新的变异 变异以后 它发生的情况又是怎样 那现在并不清楚 所以现在还不是时候 能够对它这样一个信号 做出一个很好的解读 吴尊友表示 虽然新冠疫情还在影响 人们的工作和生活 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新冠最终一定会被战胜 曙光了 所以我们都要充满信心 虽然当前还有一些艰难 那么我们还得继续往前走 要相信科学技术 要相信人类的智慧 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 中国人民一定会战胜新冠 那么世界人民也会战胜新冠